请其所有去爱你 作者隋吼珠 演播 陈哥 纪东婷抱着将吉许倒了下去 两个人直接陷进凹陷的皮椅里 随后身体的摩擦和碰撞 让两个人的心都紧紧的缩了一下 纪东婷没有停下来 她的吻落在了将吉许的额头 眉毛 嘴巴和脖子上 将吉许动拢了 食指深深地陷进了纪东婷的头发里 男人的脸在灰暗的光线当中逐渐地清晰起来 细长的眉眼 高挺的鼻子 薄薄而性感的嘴 以及浑身精瘦的肌肉 将吉许想 她可真英俊 就像太阳神一样英俊 突然 纪东婷停下来 她的衬衫已经全开了 漂亮的胸膛 有晶莹的汗笛 将吉许不明所以 怎么了 如果不是足够的惊讶 纪东婷 纪东婷并不想停下来 但是她真的没有想到 她惊讶地看着江吉许 认真而又严肃地问道 许许 这是你的第一次吗 你是厨女 江吉许的秀没清楚 厨女怎么了 纪东婷文言不动 只是看着她 良久 她温柔地吻了吻张吉许的长睫毛 然后她起身 用皮衣上的西装把它包裹起来 最后 抱到自己怀里 声音微雅地说道 许许 我们先回房 江吉许水漏漏的大眼睛里 闪过了一丝迷茫 过了一会儿 堆积着满满的委屈 她急匆匆地 从机东婷的怀里挣脱下来 自己把衣服重新地穿好 低头去找自己的鞋 她发现 一直被她丢到了角落 她气羞羞地站起来 要光着脚去捡 然后被纪东婷给按住了 纪东婷把她的鞋捡了回来 然后单膝蹲下 问道 亲爱的许许公主 允许在下帮你穿鞋吗 真正高傲的男人 即使单膝下跪 眉眼依旧难眼动人的骄傲 他可以有甜言蜜语 他可以柔情似水 但是他的灵魂依旧是高高在上 就像一个国王一样 他就是纪东婷啊 江吉许张硬地伸过脚 表示允许 纪东婷认真地给他穿上了鞋 扶着他站起来 许许 跳一支舞 可以吗 江吉许还是不说话 但是已经把手放到了纪东婷的手心上 表示同意 纪东婷的地下影院 有最好的音响效果 不管是牺牲版 还是扩散版 完完全全 将一首轻阳低缓的曲子 演绎出了极致的浪漫 江吉许跟着纪东婷的脚步 优雅地转圈 过了一会儿 他主动地说道 金子李 你刚刚停下来 我真的很难看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纪东婷退了两步 把江吉许往自己怀里带 他低下头说道 应该感到难看的是我 尤其是对比你的完毕之身 我就感到惭愧 完毕之身 江吉许的脸烧了起来 但他还是不解的抬眼 你羞愧什么 纪东婷上前一步 用长臂搂过女人 盈盈一卧的腰身 指示着江吉许的目光说道 旭旭 可能 我的话有点滑稽可笑 但是你必须相信我 你是第一个 让我说出爱的女人 我非常的珍惜你 我很开心可以做你的第一个男人 所以我觉得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要更正宗一点 那如果我不是呢 你就 江吉许想说的是敷衍吗 他转了一小圈 又回到了纪东婷的怀里 纪东婷紧紧的抱着他 像是读懂了他的眼神 顿了顿 他带着江吉许向前走了两步 最后停在了迷离的灯光之下 如果不是 我也会是你最后一个男人 许许 你相信我的话吗 江吉许点了一下头 然后 他被纪东婷抱回了房间 他身上还披着纪东婷的西装外套 不知道为什么 纪东婷之前明明不是什么忠贞的男人 但是他 却看到了纪东婷的真心 江吉许坐在床檐上 纪东婷倒了两杯水问他 许许 你需要喝点水吗 不用了 纪东婷真的是口干了 他喝了半杯水 放下水杯朝江吉许走过来 低头就吻上了女人的嘴唇 我的公主 慢慢的 江吉许被纪东婷推上了床 他趴在他耳边对她说道 我会小心的 江吉许点了点头 转头发现房间的窗帘还没有拉上 伦敦的夜黑沉沉的 熙熙粒粒 今晚的雨还没有停下来 雨水穿过层层的叶子 沙沙的响 远处的灯火摇摇叶叶 仿佛是从海上来的 嗖的一声 纪东婷伸手按了床边的按钮 后是绸缎般的窗帘自动合上 室内只剩下幽懒的灯光 江吉许收回视线 抱住纪东婷 他的心底早已泛滥成灾 仿佛比较粘稠的 潮湿的温柔的潮水所包拢 他勾上了机东婷的腰 空气里有血液的兴气 夹杂在情爱的芬芳里 伦敦的雨到夜里三四点才停下来 江吉许几乎是听着雨声从大到小 最后停了下来 从开始的嘻嘻嘞嘞到嘻嘻啰啰 最后是滴滴答答 大概凌晨五点的时候 江吉许睡了一个回笼觉 再次醒来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 他看着墙上的欧视挂钟 胡乱的在身上套了一件睡袍就下床了 他匆匆的推开卫生间的门 却在门口止住了脚步 穿戴整齐的机东婷 正对着唤喜台漱口呢 季东婷看着他穿自己睡袍的模样 笑起来 真像是一只小呆鹅呀 江吉许不理会季东婷 转身要离去 季东婷上前拉住他的手 我让管家煮了粥 你醒了 刚好可以吃点 江吉许对着镜子扎头发 过了一会儿才说 听司令 我要先去上课 嗯 我们晚上见吧 季东婷摸了摸鼻子 自己又做错什么了吗 难道江吉许不应该甜蜜地抱着自己说 天子里我会爱你一辈子 季东婷 给了江吉许一脸平静的笑容 拦住他的去路 关于昨晚的事 如果你对我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请直接说 我都会达到世界上男人最好的程度 什么 江吉许抬起头 对上季东婷的眼睛 见他并不像说笑 说道 Kingsley 这件事我们晚上在谈 我已经赶不上第一堂课了 我不想连第二堂课也知道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快点穿衣服 我送你去学校 江吉许点点头 向前抱了抱季东婷 表示自己的感谢 谢谢你 Kingsley 我现在就去换衣服 季东婷比江吉许先下楼 他将管家专门炖的粥 盛放在保温桶里 等江吉许下来的时候 递给他 说道 拿着吧 路上吃 江吉许没有拒绝 他笑眯眯的接了过来 季东婷扫了江吉许一眼 发现他今天穿的相当的休闲 就像是一个英国高中女生 衬衫 短裙 外扎平底鞋 为什么是平底鞋呢 他的女人 可是因为嫌自己不够高 一直都穿着五厘米以上的高跟鞋的 季东婷脑袋转得很快 一下子想明白了女人穿平底鞋的原因 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他应该更控制一点的 小说广播畅销书屋 当我们长大的时候 他们已经渐渐老去 天津小说广播提示您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我们自己 天津小说广播 天津县 天津厉 今休七年 左右互搏 中有小城 左手广播 右手网路 进取诸身 圆取诸物 天津厉 2014年 独家的以天津电台 与新浪接近商业行业广告 陪往连动 助力商业 天津厉 如果我的骄傲伤害了你 请你要相信 为了不失去你 我愿意骄傲少一点 爱你 多一点 都市情感小说 新奇所有 去爱你 正在讲述一个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 将吉许在季东停车的副驾驶座上 打开保温筒 倒了少许的粥在圆形的筒盖上 然后用勺子咬着吃 味道不错 他吃得津津有味 他问季东停 这是什么粥啊 这个是枸杞乌鸡粥 将吉许面色微红 继续安安分分的喝粥 等季东停快开到酒店管理学院的时候 保温筒里的粥已经被他喝得差不多了 吃饱了吗 季东停停下车问他 将吉许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这种嘘寒问暖的感觉了 他点了点头 也叮嘱季东停开车要小心 然后说道 晚上见 好 晚上见 将吉许下车之后 季东停被靠车座放了一首舒缓的小提琴曲 他把昨晚的美妙从头到尾回忆了一遍 过程太美妙 所以连回忆都不减分 他和将吉许不仅灵魂如此默契 连肉体都是紧密切合的 对于昨晚 他打九分 满分是十分 还有一分当作以后的进步空间 江吉许真的忙了起来 因为南极之旅 他必须把落下的课程全都补上 另外 学院开始安排实习 参观学习伦敦的酒店文化 愉快的日子总是过得格外快 原本江吉许以为会是难熬的三个月培训 没想到那么快就要结束了 这段时间 他除了学习各种酒店管理知识之外 还跟着季东停到处开房 几乎把伦敦和伦敦附近的旅游城市 所有五星级以上的酒店全都开了一遍 起初 江吉许以为季东停是在胡闹 后来发现还真的学了不少东西 对于他刚开始的不以为然 季东停还拿一句话来教育他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好吧 最后一天 江吉许再次跟季东停来到不得庄园 小马鞠续续长高了 更强壮了 跑步的时候 步子也迈得更大了 学马师说道 续续将会是独马场上的长盛将军哟 每当江吉许听到续续如何续续怎样的话 面上都没有什么表情 但他还是非常喜欢这匹混血小汉马的 每当他给他喂吃的 续续就讨好地对他翘起尾巴 季东停说道 等你下次来伦敦 你就可以骑他了 江吉许摸摸续续的脑袋 有点舍不得 下午他与季东停 骑着续续的父亲 在庄园里溜达 他和他越过绿草阴阴的坡林 踏过潺潺人工和尚的小木桥 最后来到了树林里 这里有花的芬芳 鸟的歌唱 还有蓝天白云 但伦敦的天怎么会这样晴朗不定呢 他和季东停临成洛汤姬 回到了庄园的建筑里 回来后 衣服还没有换 两个人已经滚到了床上 直至太阳膝下 陡落一世金黄色的余晖 最后几天里 季东停在某个方面从来不节制 用他的话来说 女人的身体是认人的 我要在你身上多留记号 这样你才会更想我 对于有些时候的启东停 江基许会想起《红楼梦》里 形容宝玉的那段话 她嘴里一时甜言蜜语 一时有天无日 一时又疯疯傻傻 只修信她 但恋爱中的女人 这些甜言蜜语 都是听尽心里的话呀 又怎么能够当成风言风语 把她们丢掉呢 傍晚 季东停比江吉许先起来 她对着落地镜 穿墨西哥管家送来的 崭新的西装衬衫 稍稍转了下身子 便看到尽受有力的后背上 有一道道红红的抓痕 她嘖嘖了两声说道 真狠 不过 她心里觉得可以接受 还没有穿上的时候 季东停转过身 似笑非笑的 看着还在床上的女人 许许 原来你的力气 都用到这儿来 江吉许低下头 检讨起来 她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明明没有留指甲呀 季东停对镜子说道 或许 我可以理解成是 情不自禁的难以自控 白色的丝制衬衫 完完全全的遮住了 她后背的抓痕 虽然男人的头发 还微微的凌乱 但依旧气欲喧昂的 一塌糊涂 季东停 身形 齐长 透过白衬衫 隐隐可以看到 她直挺精瘦的腰板 这个男人 任何时候都是姿态挺拔 连穿个衣服 都是一副傲然的模样 江吉许不理会 季东停 大概因为明天就要走了 她更不想起来 过了一会儿 她身上的被子被掀开 季东停目光闪烁地 看着她说道 等一会儿 我妈妈过来 她非常想跟你见个面 江吉许眨着眼睛 说道 天司令 我 我 好吧 如果你不愿意 我立马打电话 不让她过来了 季东停做事 去拿手机 江吉许连帽 按住了她的手 帮我拿一下衣服吧 谢谢 季东停 亲了亲江吉许的额头 到外间 把管家准备的裙子 鞋子 全都拿了过来 然后又自觉地走到外间 把门轻轻地合上 虽然两个人 有了肌肤之亲 但是每当将继续 换衣服的时候 季东停 依旧是非常绅士的避开 管家准备的裙子和鞋子 都是一线大牌新出的新款 裙子是酒红色 收腰圆领的款式 天色的料子 非常亲肤 但是胸口以上 所用的料子 是一层薄薄的青纱 隐隐约约露出大片白色的肌肉和锁骨 鞋子是黑色高跟鞋 和裙子专门来配套的 将近十厘米 江吉许喜欢这样的高跟鞋 她穿上鞋 可以一米七出头 人立马精神起来 可惜她换好衣服 来到季东亭的身边 依旧比季东亭矮一大截 季东亭轻轻扯了一下她的耳朵 巧啊 我的徐徐长高了 江吉许哼了一声 挽上季东亭的胳膊 可惜她穿上十厘米的高跟鞋 才到季东亭耳垂那里 她想起自己在北海盛亭时 浏览过的照片 季东亭粉丝论坛里放着的照片 她之前有个女朋友 将近一米八呢 这样一对比 显得她自己确实矮了一点 江吉许突然问道 季东亭 你不嫌我矮吗 哦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妈妈跟你差不多搞 季东亭说着 看向江吉许身上穿着的衣服 呃 我突然有个担心 啊 担心什么 江吉许有点搞不清状况 半个小时之后 季东亭的母亲和她继父来到了不得庄园 江吉许跟季东亭在不得庄园的大门等候 过了一会儿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下来 从上面下来了一个身穿酒红色裙子的女人 她头上还戴着一顶黑色的小圆帽 一样的酒红色 一样的连衣裙 和她身上这件是同一个牌子的同一个系列 除了领子和收腰两个地方不一样 其他的地方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江吉许脸上的笑容有点僵硬了 季东亭眨得下眼睛 搂着江吉许走上前 直接问道 妈妈 衣服的事情 你要解释一下吗 季东亭的母亲反问道 怎么了 不可以吗 她亲切的对江吉许张开了手 啊 亲爱的 我们终于见面了 可惜 你明天就要走了 江吉许愣了一下 抱上季东亭这位年轻到夸张的妈妈 笑了两声 说道 阿姨 我有机会 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当然有机会了 季母笑盈盈的松开手 把自己的丈夫介绍给江吉许 启许 我的丈夫 Blake 他是一位音乐指挥家 江吉许与这位指挥家握手 手心都有点冒汗 他以前学习小提琴的时候 就听到过他的名字 没想到 居然是季东亭的季父 这次见面的晚餐 安排在布德庄园里 吃的是纯正的西餐 管家安排了丰富的甜品和浓汤 晚餐的气氛 非常的融合 就像季东亭之前说的 他的母亲 是一位非常善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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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位 11 کے下午 小提琴 在这里